目前国民党的部分韩国瑜已经确定了 他说要跟江启臣来搭党正负的利润龙头 不过党内有出现一些其他的声浪 包含有其他的立委发了公开信 觉得说江启臣你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去参选台中市市长 那么是不是投入在国会的时间就会减少了呢 但是韩国瑜现在已经出拳了 一箭三雕 日前他有宴请国民党的立委 当然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参序当中要来寻求支持 同时他也说了个人其他的想法不在考量中 会跟江启臣携手双进双出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他有特别提到了韩国瑜的脸书说的很清楚 韩国瑜的脸书说的就是国民党的立场 他有特别提到了假投票是典型制造谣言破坏团结 他认为韩江沛会全力以赴 但是有其他的新科栏尾有不同的意见 表示说其实作为一个民主政党 还是要进行假投票 如果不假投票的话 恐怕会更伤害党内的和谐 这个问题我来问一下永平姐 永平姐你怎么样看这个部分 现在党内有其他人的不同的声浪 但是韩国瑜他已经用立场告诉大家 我就是跟江启臣两个人双进双出 对就是说这次国民党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 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的候选人 说实在的这个并不太是一个常态 今天我们三个人坐在这边 我们都是当过立法委员的 通常来讲只要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就不管是立法院或者是议会 多少假投票这一点是有一定程度的传统 但是你在特殊的政治处境底下 有没有会进行 不要进行假投票也会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是 我觉得说政治在台湾 其实好像还蛮宿命轮回的 我真的万万也没有想到说 我当年在做立委的时候 就是嘲笑野大三党不过半的时候 当时我们国卿合作面对民进党 那当时亲民党整个去支持国民党的院长 王金平院长 当时我并没有 我记得我们并没有进行假投票 那那种状况底下 因为第一个当时全台湾的民众 对于民进党 尤其陈水扁那时候的情形 少数总统跟赖清德一样 而且两岸会马上导致非常大的紧张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志愿 就是国卿在立法院一定要合作 那发现一定要合作 其实那时候国民党跟亲民党 尤其亲民党才刚刚成立 就是因为宋楚瑜跟连战的分裂 其实大家心情也不好 也不愉快 国卿也是经常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可是在决定在野形成结盟 然后支持国民党的院长跟副院长 当时是做了一致的动作 而且没有进行假投票 因为那种政治很纷扰 情况很复杂 而且那个情况是不只是内政的问题 你甚至有外部情势紧张的时候 大家那个时候的心情都是相忍为国 然后相忍为党 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在这个时刻 做出了没有假投票的决定 虽然可能有为过去 国民党在其他党团的这个传统 但是我觉得就这次的情势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是赞成不用假投票 就这次因为韩国瑜 第一个韩国瑜他当时在选部分区 替我们拉台部分区选票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民意 就是为了让韩国瑜禁立法院第一名 而且做院长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 等于国民党政党票 已经考验了这个民意 现在会有争议的主要其实是副院长 那现在副院长既然韩国瑜 已经摆明了一个态度 包含党中央也支持 然后跟江启臣双进双出 那事实上江启臣客观来讲 他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人选呢 我觉得是 从他的他是区域选出来的 地域分布的部分 他的年纪 他的历练 他的国际经验 他又做过国民党的党主席 在这个时刻来讲 我觉得韩国瑜跟他的搭配很 就是很实在 可是你也不能够说 确实国民党内也有人部署 这个龙头赴龙头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希望能够假投票 希望能够这个有人选 不同的考虑的这种声音 但是以这次总和性的大局的氛围 就是我刚才也跟各位讲了 当时国卿在选总统的时候闹得多严重 可是为什么后来立法院 这个国卿我们可以马上就同意合作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大局考量的一个角度 当你觉得说国家的前途还有未来的施政 都充满了变数 甚至现在国际关系这么严重 两岸这么严峻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因为他们毕竟是选民支持出来的 大概都还是能够认同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想问一下蔡委员 虽然国民党现在态度摆出来了 韩国瑜也说他跟江启成两个人双进双出 那朱立伦也说他觉得不需要假投票 虽然态势这么明显 但是现在有这么稳吗 只要跑个一两票 就龙头宝座就输了 不是龙头宝座 但凭国民党的立委息事也当选不了 一定要有民众党的支持才有可能 这是个现实 但是国民党你要先提出人选 我是觉得韩江两个人都是非常适合人选 因为韩国瑜有很高的声望 然后江启成又当过党主席 可是对他们以及朱立伦三个人 说不用进行党内投票 我就大大齐齐以为不可 因为你明明假投票也会赢 你为什么要破坏制度 刚才永平讲那个历史 我可以再还原一下 当时的院长是王金平 因为他竞选连任 通常竞选连任在国民党里面 也没有假投票 竞选连任就是 就造就直接由他一个人来选 这个是国民党的传统 以前刘松帆也是这样子的 在跟我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有新人的话 一定进行假投票 那这个传统不只是立法院 包括台北市议会也是如此 其他议会我比较不清楚 像吴弊之外竞选连任也没有假投票 但是副议长因为新人就进行假投票 国民党台北市议会这几次都是假投票 都是因为刚好议长是新的 如果是议长连任通常就没有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想不出有没有理由 不假投票的理由 他讲说假投票是制造谣言 破坏团结 朱立伦是在说什么呀 你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很不妥当 那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飘过心头 假投票怎么 那以前洪秀柱不是假投票出来的吗 再说刚才讲王金明 我讲那一届的副院长叫姜炳坤 姜炳坤副院长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是亲民党挑的 在国民党里面挑人 但是我们没有假投票 你们怎么做我不晓得 因为你们当时该成立没多久 所以你们的我不晓得 但是国民党的制度是 我公开讲没有关系 当时陈文倩就是去告诉宋楚瑜说 应该要找姜炳坤来 所以大概是姜炳坤是宋楚瑜指定了 那国民党就同意了 那也当时我在场很清楚 国民党党的大会就讲说 这个亲民党那边 属于姜炳坤 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其他党都要支持 不过国民党过不了 这当然大家举手都通过了 王金明是没有投票 也没有举手 就是院长自然连任他 鼓掌都通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 在施行党团民主的一个过程 党内民主跟党团民主 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价值的核心 我是觉得你国民党怎么去告诉老百姓 我们是一个民主政党 说你党内实施假投票 就是破坏团结 就是制造谣言 我觉得这个起起为不可 怎么这样说呢 我们中天电视的精神就是 这个超越蓝绿白吧 对不对 那这个 我是觉得我也必须讲公道话 不管有谁跟你竞争 你能赢啊 不是没有赢的机会啊 那这个 我觉得韩国瑜我也不太同意说 我一定要双进双出啊 等等 自家人有需要话讲得这么硬嘛 是不是要多考虑一下 你觉得需要私下沟通 当然是嘛 何必公开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党团 我们以前党团内部争得再激烈 也没有讲话讲到这么难听的地步啊 我是觉得 要做立法院长副院长 就懂得要圆融 懂得要去协调去沟通 不过那是朱立伦讲的啦 没有双进双出啦 要不然我退选啦 我是说不是韩国瑜跟江崎 韩国瑜讲的是 我们要双进双出 不然我们就退选啦 这个不就是别人操作的空间吗 就其他政党操作的空间 见缝插阵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出去 我觉得这一族会落选 你说请问你一下 民众党怎么会支持你啊 你这种态度对你党内人士 那以后怎么对我 对不对 这个是居高临下 对你党内同事的居高临下 我为什么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时不祥的预感 飘过心头 我等一下再来加强你的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这个朱立伦韩国瑜 这个时候讲 这些态度上不对啊 更柔软啊 更柔软啊 因为说难听一点 就是败君之将嘛 有什么好骄傲的啊 朱立宁有什么好骄傲的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妥啊 结果你看那个邮席坤 在假惺惺的啊 对不对 态度柔软了一塌糊涂啊 小党担任议长啊 因为这个跟选民在选举不离 直接选民选举的情形是不一样 选民选举我会把这种硬汉 我刚强 我有意志力 在立法院里面 你是谁啊 我也是拼老命选出来的 我也不是完全靠你 你韩国瑜啊 对不对 我是自己选出来的啊 所以哪个立法员是靠韩国瑜的 你站在台湾就当选了 没有嘛 对不对 靠你江启臣吗 也没有嘛 也没有靠你认得其他人嘛 对不对 你说刘喜霆当选是靠 一定靠他地方的人嘛 不是靠你们嘛 对不对 何必讲成这样子呢 那我新科义立委啦 或者我是其他老立委啊 怎么办 我连过去行之这个经年的 你来拜托我一下 我假投票投你一票 你也拨打啊 是不是有一次这样子 那个气氛就变得很糟糕 非常不好 那其他党看在眼里面 当然会焦火啊 天油焦火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超版超到这种地步啊 实在太糟糕了